今天真的是很冷耶 已經11月了 然後天氣又這麼差 嘿 家瑋你知道我們今天要來試駕什麼車嗎 不知道齁 讓我告訴你 今天我們要來試駕的這台是 Toyota惠許的接班人 叫做Toyota Sienta 那他在2016年底的時候上市 當初的代言人是五月天 那在這三年期間呢 其實他已經在大街小巷 都可以看到這台車的存在了 那這台MINIMAN呢 其實三年後已經也接近了小改款的時候了 那再過來這個時候 代言人也從五月天變成了福元愛還有江洪捷 那本身他也有一些改變 我們今天就來看看他有什麼樣的改變 身為一輛國產車 Sienta的車型編程非常的多 他有不同的動力 也有不同的乘坐的人數 所以他有多達7種的車型編程 那車型編程的部分的話 價錢我們就直接看看這邊的表格 就可以知道了 那我們今天也試駕的是7人座的1.8尊爵 那這款車呢也是目前Sienta裡面最頂級 配備也最滿的一個車型 外觀上呢主要就是車頭跟車尾的改變 那在車頭下方呢取消了原本的大型黑色飾板 水箱護罩呢也改成了耀黑的點鑽式 再用鍍鉻環繞水箱護罩方式營造氣派感 而原本的圓形霧燈也改成方形的LED日行燈 頭燈透過黑色飾板向下連接霧燈的設計 這也是Sienta最鮮明的特色之一 7人座1.8尊爵採用的是LED白併頭燈 亮度表現還算不錯 車尾改的幅度比車頭少 改變的地方主要是尾燈的造型 它調整成為雙C的設計 7人座1.8尊爵採用的是LED光調式尾燈 另外也跟車頭相互應 採用尾燈透過黑色飾板向下連接 只有33公分高的一個地板設計 這個是一直都是Sienta的一個貼心的賣點 那對於我們可能比較沒有什麼感覺 因為畢竟我們大多數人其實你的膝蓋很好啊 或者是其實不太需要上下車的一個困擾 但是對於許多長輩而言 他可能上下車不是那麼方便 太低或太高對他也都是一個困擾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高度 對他也是一個比較貼心的一個設計 座椅收折的優勢 讓Sienta可以根據使用狀況 增加置物空間或者是提供更多人乘坐 雖然可以乘坐7人 但第三排的空間表現 比較適合四驅短程乘坐 在第三排座椅放倒後 後行李箱空間來到977L 又在第二排放倒則可以要到1764L 要放下二到三台的公路自行車都沒問題 回到前排駕駛座部分 格局規劃跟小改款前近乎相同 不過增加了像是手煞車拉桿旁的USB插槽 還有12V的電源孔 7人座1.8尊爵另外在方向盤左側增加了PBM的環境影像輔助 四周狀況都可以察覺 7人座1.8尊爵還有最新的PKSB防碰撞輔助系統 在時速15公里以下可透過雷達偵測靜止霧 如果發現可能會撞上 系統會介入降低引擎出力並主動煞車 我們今天試駕這台是1.8的7人座尊爵 那1.8升自然進氣這個動力呢 其實在稅金跟油耗方面可以取得一個比較好的平衡的動力 因為1.8以上畢竟稅金就要再多繳5千塊以上 1.8升以下的話則是只要繳大概1萬1千多的一個稅金 但是卻能夠提供最好的一個動力輸出 像1.8升這一顆最大馬力是140匹 那最大扭力是17.5公斤米左右 那不過這台車並沒有許多人想要的換檔撥片 那也沒有升降檔的一個模式 那在整個行駛狀態下呢 你可以發現到它的隔音其實表現的算是一般般 那尤其是在一些比較需要爬坡 像我們剛剛上林口坡 或者是在一些比較郊區的爬坡的一些道路情況下呢 它的引擎聲浪會比較大聲 那雖然即使它引擎蓋的裡面其實是有隔音棉的一個配置 但是還是會有比較明顯的一個引擎聲浪會傳進車內 Sneta的小改款試駕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呢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歡迎留言告訴我們 那也別忘了訂閱分享按下小鈴鐺 好那我要去接我女的下課囉 我們下次見掰掰